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福奇社的并行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844期节目 我们今天接着给大家分享这一套博派五人包里头的 Real Jack前景顶动画配色 这个模具依然是我这几年以来我自己算是非常喜欢的 变形上非常的简单 人物的造型也算是做得相当的不赖 那么这一次的配色的话整个非常的素 整个后面看一片的雪白 那么这种白色的话以后会不会黄化 这个其实是个未知数 但是看上去还是比较舒服 这种白色以往还真的是日本的玩具才会这么白的 通常美版的玩具都是这样子稍微有点米黄的感觉 而这个的话应该是地球崛起 还是围城时候的一个模具 Real Jack 那身上的话有一个膝盖容易软的毛病 但这一款的话就好上非常的多 膝盖非常的坚挺 那么两个的配色的上 配色来讲的话以头部来看 这一款模具的话是一个金属的一个口罩 还有一个深蓝色的眼珠 这次则变成了一个浅蓝色 其实对比配色的话呢 各位就看一下就知道了啊 先前的这一款旧的版本的话呢 细节非常的多 这一次则是直接省略了非常多的一个配色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款模具 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手部平举三百多次度的转动 那都是没有问题的 二头肌可以转动 手肘拳头啊都可以转 腰身也是可以转动的 脚前后膝盖啊侧踢通通都是可以的 脚踝的话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接地 甚至说它这个站立性的话呢也是比较好 本身呢它的一个变形啊跟车形态啊 都是非常深得我心的 那它的武器呢是一个可以当肩炮 当然你也可以拿在手上 其实它这个应该是至今到处可以像一个手提箱 提在手上的感觉 那我们就来直接示范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首先的话呢这个头部的话呢把它给塞进去 这个部件的话呢先挑起来没关系 我们先把脚的话呢这里拉过来之后 然后呢侧边这里拉出去这一片部件翻出来 好然后到这边扣上 这个变形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啊 把这一片部件顺势的压下来 然后呢侧边踢出去 把这个挡风玻璃给弄上来到这边 好的 推上来之后呢两腿做一个简单的合并 好 合并完成之后 那我们就接着把它的上半身这一块部件啊这一块部件往前面推过来到这里扣上去 它这里有一个可以扣进去的卡扣 但是呢这个这个版本的话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变呢这里都会爆开啊非常的让人觉得不爽 然后呢我们把整个后半部再做一个推移推过来的时候呢我本来以为这样子推过来的话呢可以稍微的去把这一片给抵住 让它不要这里爆开一条缝 但它很可惜它还是没有办法避免了啊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胳膊的话呢往上面提上来 到这边 整个往上提上来 提上来之后啊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 把它给扣上去 然后呢车子的一个后面的侧半部就是手臂了啊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 把它调上来啊现在时间是深夜时间啊 深夜时间 然后睡觉之前的话想说还有一点精神 我们把这款玩具给做完 那你可以看到内部有一个啊 突跟到的一个结合在这边 我们就记得把它给扣上去 啊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啊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尾翼给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结合 最后的话呢上面这个空洞啊真的是太过巨大 所以我们也不得不把这个武器呢给扣上去了 那么这个就是啊 Wheel Jack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变形过程 那么由于呢啊车身上呢几乎没有什么点缀涂装啊 就非常的白啊 速六三八号 那么看上去就嗯比较单调一点 特别是你如果跟这一款啊就的资产基础模具来做个对比啊 你会发现这个真是太速了啊 这个白色可能是他唯一的亮点 那特别是如果说你稍微入坑早一点啊 如果你是从MP20的Wheel Jack你就已经有接触到的话啊 就是这个车商的这种赞助的这个东西啊是 往往是贴满整个赛车的了啊 所以说你面对这么白这么纯白的一个赛车 你可能会看上去觉得不是很习惯不过话说回来啊 啊当年的G1的话呢是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一个赞助商 logo的刻在上面的啊 但是这哪两个你比较喜欢哪一个我想吧 关键的决胜点还是在他的透明部件了啦啊这个模具的话 他是使用一个透明的车窗 而且他这里的话呢 虽然也有一点点的缝但是真的有感觉比较小啊 并不是因为他黑色的关系所以不明显是真的那个裂缝来说啊 可能是塑胶的不同吧啊 这两种的胶可能不太一样 透明部件跟这种普通的塑胶件是不是啊 会造成这样子的一个公差呢 那anyway这个如果说吧 这两个你要我选二选一的话呢 我还是会愿意挑选这一款啊 之前推出了这个wheeljack的模具 感觉还是比较拿风一点啊 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